欣欣如愿 树寒得 抽枝夜展 挂满天 尊敬的前辈们 老师们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 波荣参加 欣欣健康文化学社成立庆典 现在开始 2020不平凡的一年 人们的生活形态 社交模式受疫情影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居家隔离 社交距离 人们在尽力保护自己的身体 免受病毒侵害 同时也在寻觅更好的管道 平衡心灵上的失落和获取精神上的支持 在如此的自然和人们环境下 文学造诣颇深的医学博士丁玲医生 联合几位有意愿服务大众 热心公益 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社会知名人士 文学艺术前辈 医疗专家 公益慈善家等的鼎励支持下 创办了欣欣健康文化学社 这样一个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 首先有请华语医学资讯平台 医生Doctor's Voice 创始人兼主播 环佩丁当阅读屋 创办人兼主角 新兴学社创始人 医学博士丁玲 至此 尊敬的各位嘉宾 各位参加今天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线上庆典的老朋友们 新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的心情是既兴奋又激动啊 因为今天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非常感谢在座每一位朋友的支持 来一起见证和迎接新兴学社这个公益组织的诞生 这是一个结合文学艺术和医学健康为一体的平台 新兴学社希望能为大家营造一个 书运幽民 莫彩留香 共享健康资讯的氛围 通过聆听 分享 交流 互动 传递和帮助 达到情感的共鸣 心灵的进化 增强抗压能力和环境适应力 使得自己和学会所服务的对象 能够实现身心的健康和精神的愉悦 今天成立典礼的一开始呢 请允许我代表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向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表示感谢 而且我还要特别感谢几位嘉宾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目前在国内的 今天特地来参会的我的在从一道路上的几位恩师 首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中国大肠癌领域研究的领袖 今年已经90高龄的正书教授 郑老师从医从教70多年 为中国的肿瘤学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他依然像年轻人一样激情四舍 精神十足 我最近已经有很久没有回国看望您了 祝愿我亲爱的郑老师 青春依旧快乐健康 还有我的硕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肿瘤外科主任邓永川教授 和我当年工作的肿瘤内科的主任黄建景教授 我看到你们也在线上 谢谢你们 我在医学和科研领域上面所取得的点点滴滴的进步 主要都是源于这几位前辈老师的引领和指导 也是新兴学社的医学健康 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坚实基础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到场 对我这个学生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明尼苏达州的眼科医生徐思海 他是两个医疗志愿者组织 国际医生志愿者和外科医生志愿者组织的创始人 另外呢 还有来自美国癌症治疗中心 希望之城Sate of Hope的肿瘤专家 Dr. Buddy Dr. Yuan 元元医生和Dr. Wang 王文格医生 他们都是华裔在美国的医学界的精英 City of Hope 国际医疗部呢 也对我创办的华语医学资讯平台 医生栏目很是支持 安排了医学专家上平台分享 还有今天来不及放上这个志谢的照片墙的神秉辉教授 黄文栋教授 我的师兄刘希勇博士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现在是浙江大学附属第一院乳腺外科的主任 清之鸿藤女医者协会 会长 傅佩芬教授 在疫情刚刚开始肆虐的时候 医生平台也曾经联手清之鸿藤女医者沙龙当中的十位教授级的医生 就疫情期间乳腺癌患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公益讲座 今天我看到很多的好朋友 清之鸿藤的好姐妹们也在线上管理 非常感谢姐妹们一直的支持 还有一位我的同班同学在宾夕法尼亚Temple大学任助理教授的眼科医生张仪 还有M.D.Anderson癌症中心的神经外科医生李延 麻醉科主任刘彦琴医生 还有我的师兄南加州凯撒医疗集团的病理医生沈德军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创办的医生栏目的大力的支持 在这当中有大部分的医生都曾经在百忙之中通过医生这个平台 无私的分享他们在医学专业领域的见解和他们在美从医的一些经历 那除了这些医学界的老师前辈同仁同学 我还要感谢今天到场的全球智慧共享和企业互助平台 施董会的主席胡海平先生 作为施董会的金牌导师成员之一 我在这里也恭喜施董会在一个月前成功的登陆美国纳斯达克 还要感谢国家卫生健康委百姓健康频道主编黄雷先生 感谢胡海平主席和黄雷先生 在医生栏目创建的时候给予的热心的指导和帮助 还要感谢来自加拿大的嘉宾 家中原住民与草原文化协会的会长王兴华先生 他还特地为这次庆典写来了贺信 另外呢 我还要感谢洛杉矶华裔合唱团团长 成功女企业家李慧琼老师 还有美国荣兴儿童合唱团团长 同时也是华裔合唱团的指挥严新兴老师 李老师和严老师在合唱艺术上面的滋滋追求 和严谨谦虚的教学态度一直让我很感动 还要感谢中华文化传播的先行者 华美博物馆董事 何正代文化研究美国基金会创始人何欣燕女士的大力支持 另外还要感谢今天到会的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中学正 美国华夏妇女联合会会长陆来宾 副会长余力宏 感谢几位会长对我所创办的环配叮当阅读的认可 邀请我在各自的妇女会里都做过诗话赏息的分享 感谢文化中国主持人 文化中国研究会会长 著名节目主持人金波先生 还有国际杰出青少年儿童基金会会长姚依娜 华美文会会长谭彦玲 非常感谢你们的光临 也感谢你们对阅读屋阅课的认可 感谢你们在文化艺术传播当中给予的诸多的支持和指导 另外作为雕龙诗社的成员之一 我也非常感谢今天出席的洛杉矶雕龙诗社的王林老师 副社长何寅老师和秘书长邱明老师 身处在墨乡浓郁文人雅克云集的诗社 有机会和前辈们学习交流切磋 受益良多 今天还要特别感谢乔欣老师 他是一位南高音歌唱家 作曲家 是著名的音乐人 因为我们的宣传海报出的比较晚 在前几天才陈送出去 没有想到为了今天的成立典礼 乔欣老师特别连夜感知了为新兴学社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 真的让我们太惊喜 太感动 我们大家一会就能欣赏到这首新兴学社的专属歌曲 非常感谢 还要感谢的是雕龙师社理事 雕龙朗诵艺术团团长 中国波音主持金话筒将获得者孙小璐老师 感谢您在朗诵艺术上对我的悉心指导 同时还要感谢为我开启了中国古典舞艺术之门的 唐义武方的创办人 青年舞蹈家谢露西老师 另外还要感谢的是 清华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会长罗崇洋 美国杭州商会会长周刚 还有美国浙江 英茂文化联合会会长马壮 都曾经被周会长马会长邀请 为他们的会员进行中国化的赏息讲座 我看到他们今天也都已经在线上参加官吏 非常感谢 还有全美浙江总商会的会长林光先生 在疫情期间也安排我 为在美留学生和家长们做在线的一些答疑 还有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周建瑜 美国杭州同乡会会长张明 都在我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时候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这是你们的热情 你们的帮助让我感受到家人一般的温暖 充满了继续前行的动力 今天还有 要感谢参加官吏的来自学术界的前辈 他们是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会长马慎兴 南加大名誉教授黄胜河 南加大南加州地震研究中心利永刚教授 美国教授专家联合会会长林连连教授 还有 来不及一一列出的各位前辈 感谢你们对我的认可加持和抬爱 感谢诸位对新兴学社的宗旨和精神的肯定 今天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是一位癌症患者 也是一位在八十年代曾经红遍全国的流行歌星 刘新如 我想音乐艺术对于身心健康的调节和滋养 他一定有更深切的体会 非常欢迎您的观礼 在这里还要感谢南加州保健品行业享有盛名的爱德华公司的爱心捐赠 他们捐赠了大约两千多美金的保健品 还要感谢SKM Foundation的热心捐款 感谢何正代文化研究美国基金会赠送的礼物 当然今天要特别特别感谢的 还有一会就要出场的我们的专家级的讲座嘉宾 一位是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医学心理专家林真博士 一位是抒情花枪女高音歌唱家孙欣欣老师 非常感谢两位特地为新兴学社的成立庆典准备的 紧扣学社主题的精彩演讲 其实还有很多的照片需要放 有很多的朋友需要感谢 今天是不可能说得尽到的完的 我只能在这里再次感谢感恩和感激 正是你们所有的人的帮助和支持 才有今天的我们 才有今天的新兴健康文化学社的诞生 因为你们的鼓励 我们将不忘初心 因为你们的见证 学社必将心心如愿抽之夜展 拜自感谢每一位观里的嘉宾和朋友 谢谢 新兴红弹 展云端 高棚闪亮 净璀璨 感谢丁玲博士的介绍 也感谢各界前辈老师和朋友的支持 南高音歌唱家 作曲家 美国ASCAP作曲家协会会员乔欣先生 听闻新兴健康文化学社成立 特地为新兴学社创作了一首歌曲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乔欣老师的作品 久远飘香 大家好 我是乔欣 今天很高兴看到 新兴健康文学社 Doctor's Voice Foundation 今天正式成立 在这里 祝贺你们的文学社 不断地壮大 兴旺 发声 发热 发光 在这里 我激情地 写了一首歌 酒远 悠香 是用你们的广告词 作为歌词写的 希望大家喜欢 祝贝 上世为耶稣常敬怀 传递爱心 健康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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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爱心 健康生活 非常感谢乔星老师为学色所创作的歌曲 传递爱心 健康生活 欣欣之名 久远悠香 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转到商界成功女企业家 享誉二十余年的洛杉矶华裔合唱团团长李慧琼女士 请看她为我们成立庆典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是洛杉矶华裔合唱团团长李慧琼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 在丁宁医生大力倡导和努力下 一个集文化和健康的新兴学社在我们洛杉矶诞生了 她倡导的是一个全新的理念 很新 但是非常的实用 健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健康的身体 而心灵上的和精神层面上的 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 而这种文化会让我们的品格更加高贵 会让我们远远不断的有生活的动力 让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健康和文化都集于一身的 正是今天成立的新兴学社 它是这么的及时 这么的可贵 所以我们应给予这颗 集健康和文化于一身的小树苗更多的关爱 让它沐浴在春风雨露中 让它能茁壮地成长 我特别喜欢新兴学社倡导的 让生活的原因净染心灵 与健康 研文化传递新兴 期待着新兴学社能引领我们从内到外的健康 让文化生活艺术成为我们艺术心灵畅通的良师 非常感谢李慧琼团长的真挚寄语 下面是来自美国华夏妇女联合会副会长 威尼余 余力宏女士的致辞 有请 在这分合日历 花开遍野的新春 新兴学社在中立海南的天使之城 洛杉矶 运印而生 在这里 我仅代表 美国华夏妇女联合会 祝愿新兴学社蓬勃发展 蒸蒸日上 新兴向荣 普惠万家 我相信 我相信 在具医学 艺术 文学等才华与一生 博学多才 也是我的良师益友的 凯瑞丁博士的带领下 新兴学社 将把赏息文学 传播艺术 易约身心 温馨家园等传递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朋友受益 同时 也祝每位朋友 欣欣相远 生之勃勃 非常感谢 美国华夏妇女联合会的祝贺 下面有请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 中学郑女士致辞 尊敬的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的荣幸 收到新兴健康文化学社的邀请 参加这个充满 温馨和观案的成立庆典 对我们女同胞来讲 文化和健康 是每个人都关心的话题 这里我代表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 对新兴健康文化学社的创立 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让我们两个姐妹 这团 叶手共敬 传递爱心 祝愿新兴学社 越办越好 心相飘四方 谢谢 感谢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的祝贺和鼓励 今天我们的三位主讲人 要从医疗 艺术 诗词 文学 到情绪抒发 心生健康 生命活力 在听讲座的过程中 大家如果有问题 请在对话框留言 在讲座结束后 三位主讲人会给予回答 古人云 诗书月星可以延年 中国古代一直有诗词疗心 诗词疗病的理论与实践 而西方文化在20世纪初也建立了 诗歌疗法的理论体系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新生医学专委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社会精神医学学组委员 诸多的职务我就不一一表述了 林真博士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主任医师 博士硕士导师 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 谈心理诗词内外化健康 有请林真医师 各位新兴学社今天上线的朋友们 我是在杭州 我在这个现在是9点多 跟大家的时间差11个小时 今天呢我非常的高兴啊 接受到了也是我的老同事 这个丁博士的一个邀请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的微信里面的交流 确实我觉得他在这个呃 美国现在的生活状态 他帮助这个大家做的一些事情 我这是非常的这个赞赏 因为我们都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华人的一些共性都能够体会得到 所以虽然我们在中美两个国家 但是呢其实我们是没有隔阂的 我们心灵上是没有隔阂的 嗯今天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我觉得从今天这个新兴学社的成立 他的盛况也一定能够预示 未来这个平台能够做出非常多的 对大家有真正帮助的这些啊 有声有色的活动 嗯非常这个好的一个机会呢 所以我也想跟大家汇报一下 回报一下我自己现在呃在中国啊 在杭州在这大二院我们呃做的一些事情 以及我们觉得可能对这个时代有帮助的啊 一些专业相关的当然也是受到这个 这个丁博士启发呃把这个心理治疗 新生健康和诗词文艺啊结合起来 这大二院呢是今年2021年呢是已经有啊 这个大家看到一百五十二年的这个历史 一百五十二年里是因为我们是一八六九年成立的 是浙江省最早的西医医院 这个是我的二维码 如果大家觉得呃有需要我们就可以加微信啊 呃然后呢我们这个医院呢其实成立也是很早的 我们啊我们科是成立也是很早的啊五九年 那么当然我们目前是浙江省的一个领头的一个医院 那目前我们的人员和我们的院区特别多啊 门诊量也很大呃住院病人去年啊前年都是一千人以上 那么设备呢也慢慢的都在这个跟着上国际的这个水平 我们也有一些科研 今天因为前面我们也呃跟丁博士在沟通的时候 因为他的专业是肿瘤 那我们呢确实最近也特别关注肿瘤患者的心理健康的问题 所以我想我今天可能会第一部分跟大家啊报告一下乳腺癌患者的心理社会功能的问题 第二部分呢我们会跟大家再讨论一下啊压力管理心身健康 最后一点内容还是这个试试疗法啊我自己也在学习 那么乳腺癌的发病率可能对于女同胞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消息 他是不管中国美国他都是排第一位的 那么这么高的发病率他还是一个生存率比较高 因这个生存率的原因他又会有复发的问题 复发的关注除了治疗 还有还有乳腺癌的肿瘤治疗还有一个就是精神障碍 其实在乳腺癌患者当中伴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累积复发率是会增加到两倍 那么这个事情就已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示了就不能我们视而不见了 常见的精神障碍除了焦虑抑郁 还有就是神经认知功能损害 就大家比较担心的我会不会老年痴呆的这发展的这个趋势 另外当然也有一些简单的情况啊有些人会有自杀的情况 常见的这种心理社会问题的肿瘤患者有共性都是心理痛苦的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乳腺癌患者不仅仅是一个躯体影响 而且他是会想到他的一个夫妻关系性关系 那么这种影响就是深刻的会改变他的一个生活和社会的一种功能 然后乳腺癌患者呢因为他的高发因为他的这种这个治疗的发展生存率越来越高 复发的恐惧也会越来越多 大概重度的恐惧的患者达到百分之六 但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进行心理干预 还有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CRCIA 这个事情现在也越来越关注了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存在客观的一些认知功能减退的 那么这些认知功能减退他会影响到他平常工作当中的记忆啊 生活当中的执行啊注意力啊加工速度啊这些就会给他主观上造成很多困扰 所以乳腺癌患者社会心理问题的应对策略呢 理想化的话是这样子的啊 因为这个guidline就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guidline 他就是说你要转整 可是大家也很清楚转整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获得 我知道美国在这个肿瘤患者康复方面做的比中国好很多 所以他的生存率会高 那么中国现在我们碰到跟肿瘤科医生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包括全科 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些评和有一些干预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健康教育啊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专科的事情啊 肿瘤科治疗完了以后说你去找精神科精神科呢又觉得我这么忙好像这个事情哪个肿瘤患者会不抑郁呢啊处理的又不够妥当 所以现在的问题我觉得除了要寻找专业的帮助 自己也要有压力管理和精神健康的一些理念 特别是在去年开始的这个COVID-19 对中国当时造成了很普遍的大众的恐慌心理 这种冲击在短时间内造成很多的极性应激障碍经口障碍 那么在这一年过去以后 我们临床上就出现了很多的跟我们预期相当符合的就好多新发的广泛性脚鱼疑病症抑郁症 创伤后应激障碍就陆陆续续到了我们的诊室了 那么也就是说这种心理应激过大造成确实是个负面的影响 社会反过来影响了精神心理和生理的健康 那么这个社会的应激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当这个应激足够大大到时间又不够长了 它的复兴作用就发生就会成为一种不愉快的一种事情 然后就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影响到了人的整个的一个疾病 那么那么你这个你这个社会因素跟生理因素啊 最后它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精神因素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压力 精神因素如果我们面对压力管理的好 我们把积极的压力消极的压力识别出来 第二部分呢我们有效的进行管理 注意重要的是要个人努力改变自我 个人努力改变自我里面有很多途径 有很多途径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要慢慢的从承受 从觉得这个压力三大 慢慢的我们反过去驾驭啊 这当中第一步就是要改变认知 这个认知就是不要把这压力当作是不可逾越的大三 要改变我们应对的方法 应对的方法就是从回避模式 逃避模式到主动的去应对的模式 还有就是从我们每天感受的情绪的这个方面 我们感受到它处理它 但是其实更好的方法是问题处理 不是说情绪要我们不断的处理 而是要去处理问题 而问题解决了才会有情绪的真正的环节 个人如果说自助很不足以解决的话 我们一定要主动寻求社会的支持 那么这个4A策略啊 应该大家也可以学一学啊 首先我们要对那些不必要的这种压力和烦恼 要主动的抛弃它 远离它转移掉 第二个呢 就是对这些生意的环境还是必须 我们有一些主动的改变就是我前面讲的要问题应对 第三个对于这压力的来了以后 要有一个适应接受而不是逃避拒绝 最后如果真的是没办法暂时改变 那你也接受啊 随着时间的退役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事实上我们现在在这个 新兴这个书新兴这个书社在之前就已经 这个丁博士做了很多的探索 包括我相信有音乐的 今天也有另外一位讲者是做音乐的方面的一个一个这个这个给大家 通往潜意识的桥梁的一种搭建 那其实现在大家肯定也都知道或者接触过就有很多的这个心理自助的方法 包括正念冥想运动 还有自我催眠 那么我们在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新生健康当中有一个表达很重要 嗯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传承以及我们的性格特征有的时候表达是一个问题 这个表达呢几个层面自我表达比较多 但是如果我们只会自我表达不会像他人表达 那你这个自我的这种能这个复兴能量压抑积累就肯定是不好 那么像环境表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像去年呃在武汉疫情最重的时候 全国有四万多医生去资源 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去抗击一线 向环境表达 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 与其坐在这里等不如我们逆行 那当这个当中就有一个生华的表达就更好 如果你不会表达结果一定是躯体化 因为太多的临床案例我们碰到的病人越来越多 就是最初的焦虑失眠 最后你如果不处理好都会变成各种各样的躯体症状 那么好的归属感 我相信今天这个新型宿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我们都希望被共享我们自我力量要加强 那么这个社会团体就能让我们远离孤独啊 非常好的一种模式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十几年前就提出来要做心理的筛检 因为现在呢大家体检做的非常多 呃特别是肿瘤相关的这些人群 但是呢心理呢比较陌生啊 其实追求新生健康的启动密码就应该是心理体检 无论你有没有障碍你体检都比不体检好 如果真的发现新生疾病内科外科要MDT 啊这样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那么我们国家也是在这个疫情稳定以后 就提出来被抑郁症的防治特色服务方案里面就要筛查 老年人是一个群体啊 当然我们现在中年了我们也需要关注 还有就大中学生和孕产 所以我们追求新生健康 这个健康的新标准已经不是说要别人给你安排 是应该是自我的追求 因为这也是你的社会的责任 我们看到在这个北京啊 这个疫情这个颁奖的时候 我们钟南山院士啊作为国家卫视 你看他在台上那个矫健的步伐 那个熊啾啾气的这种气势 他真正的给大家诠释了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 他都巴士开外的这个老人了 但是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老人 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疫情期间 特别是在你们现在这个美国的疫情情况下 很多时候只能移到线上啊 线上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开发一些微信小程序 可以下发心理量表进行评估 远程都可以啊 不管自评他评远程都可以多远都行 你们在美国我这里也可以给大家评 评估以后发现异常可以干预 那么必要的时候也有药物治疗心理治疗 但最好我们自评 我们每天都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睡眠精神啊 然后要进行这个适当的行为疗法 那么在这个心理治疗的各种各样流派当中 大家可能在生活在美国的范围这个内也会有心理医生啊 也会去做心理治疗啊 这里面有很多事情就是还是有隔阂 文化的隔阂啊 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 留学生都是在美国出问题 都回到国内来治疗 那么在美国的生活环境 或者在我们现在的治疗环境当中 除了自我自助怎么样形成一个团体的一个互助 这件事情呢我们一直在探索 如果仅仅是CBT就认知行为疗法 可能就太局限在一个专业这个人员里面 因为他的要求很这个很高 那么其实在早期啊 特别是在亚健康时期 其实这个诗词啊 就跟其他的音乐舞蹈啊 一样都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好的一个心理的一个 预防障碍的作用 特别是这个丁博士提出来这个诗词治疗啊 因为他有实践 我后来也学习了想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模式 还有中华文化的一个凝联 我们每个人从小都接受这个诗词的教育 但是以前是考试 以前觉得非常好的 自己能够背诵下来 其实博大今生有非常多的沉淀在那里的文脉的基因 智慧的光芒 我们真的需要用它用好啊 来挑陶冶情操进化心理 那么你看我们西方文化里面其实本来就有诗歌疗法 诗歌疗法其实起源于古希腊 在这个亚历斯多德的思学当中就探讨了宣泄 来治疗情感 那个宣泄就是诗歌啊阅读啊都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 甚至有医生跟诗人就把它作为当时没有药物的时候 就是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 那么在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九年在这个这个英国教授啊 弗里德雷克他这个变态心理学当中他还发表了论文 探导了诗歌和梦在心理治疗中的运用 那么这个诗歌疗法呢甚至已经有一九二五年 这个罗伯特他已经把它作为一个厨方来用 厨方分类了 还出版了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诗歌急救箱 你看在一百年前 我们西方文化里面其实跟我们现在好像是在同一个时代 就我们现在青少年 他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些提升 让自己的困惑得到一些急救 其实诗歌是很好的方法啊 也是一些处方 并不是只有药物啊 并不是只有找到精神科心理医生才能处理 是不是治疗 好像林医生那边的 很多的身体的一些元素啊 所以我们诗诗疗法实际上是以诗词为媒介 啊 实际上是以诗词为媒介 啊 做一个啊 品读过程当中的共鸣进化领悟的机制 所以他其实 有系列的变化 从心理暗示 情绪辅导 潜能激发 以及整体康复 最后能够实现社会功能的提升 所以我也听丁博士讲 他在这个给大家做之前的这些活动当中 很多的反馈就已经看到了这些情绪的变化 心理能量的激发社会功能 所以我们看1986年 这个阅读诗歌疗法互动的过程 这个文章里面就提到了这是一个互动性的一个过程 他会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所以这样的一种线上的平台在这个互动起来 我相信他的作用会非常大 那么精神分析学大家都很清楚 其实在弗洛伊德看来 个体内在本能的潜意识矛盾欲望 各种情感是需要有某种形式外化的 这个外化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发现都是行为 言语呢 可能在跟医生或者心理治疗师可以有一些表现 但是其他有很多象征 比如说在品读诗歌 在学书时的过程当中 梦境幻想 也是一种更为内隐性的表达方式 所以在我们这个精神心理科医生的这个临床访谈当中 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这个受访者的一个梦境 他的幻想 而梦境幻想有的时候就以诗歌的表现更能够活跃直观 你去看诗歌里的这些这个都是有幻想性 都是一种他自己情绪的一种释放 有的时候很纠结有的时候很秘密有的时候是象征有的时候是一种比喻 其实这样的表达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一种很好的表达 不能够压抑应该要表达 那么荣格心理学也认为诗歌不仅仅是内在精神困扰的一个症候 而且他更多的是一种内在情感意义和诉求的外在符号 所以从心理学的原理上讲 这种外在符号是非常合理的 是非常容易被社会所接受的 他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 他是一种表达诉求 他是一种创造 他是一种创造 从荣格的看来的诗歌对于个体心理而言是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 个体心理他的这个发生发展 我们如果说你从现在我们临床上看很多时候就没有太多的面对面沟通 都停留在这个手机的虚拟的沟通 而这种沟通如果是能够有诗歌这样一个很好的形式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和替代 那么阿德勒心理学也提到了就是个体的基本交流 他是有很多的模式的 而这个模式在社会语境当中 如果说我们放大来看 我们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远远不够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把这个好像当做是一件 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写诗 每个人都可以涌唱 就像前面我们那位这个非常激情澎湃的老师 他马上就产生一种表达 他我们可以用言语来祝贺 他就用这个歌曲啊弹颂来祝贺 这个他的内在就就是就反映的就非常的这个流畅 那么诗歌是一种创造 他实际上也是用脑 可以让我们不会这个迟钝啊 不会这个缺乏这个脑力的劳动 创造性目标性社会性激励性 我相信在我们这样的平台当中 一定会把后面的社会性和激励性做的非常的有有价值 那么团体动力学就是我非常愿意跟大家这个分享 因为现在如果说你靠个人 或者说你一个像微信啊像这个推特啊像这个Facebook 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讲 更多的它是一个群体性的无意识的一种心理学的表达 那一定是要有主导力量的 如果没有主导力量 那就是几分钟热度 然后宣泄完了就走了 啊就是跟垃圾厂一样 那么团体心理学 我们强调的是这个诗通过诗歌这样的一种 一种方式 载体 它有几线团体的凝聚力 互动力影响力生产力以及结构 不断不断的被强化 那么所以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经常说团体心理治疗 哎呦听的人觉得你经常讲差不多内容啊 然后呢就会带来一些这个效果的打折扣 而事实上如果用诗心理诗歌这样的运用 它就会有角色演绎 会有美感共鸣啊 每个人都行动起来 并不是只有在线上的这个一个小时啊 然后呢他有宣泄啊 在我们看古代的这种诗歌 有的时候还有一个重大的仪式啊 相当于是一个像我们现在典礼一样啊 那么我们现在典礼更多是发言啊唱歌跳舞 那么其实诗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空脱氛围表达情感凝聚是一个一个作用 但是诗歌是要去挑选的 要去解读的 那你你不能是拿来就用是吧 你今天如果要说什么主题就要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意境 这样的一个这个有影响力的诗歌 所以这里面其实体现了审美生理运动学 冥想学和情质相胜说啊 虽然我没有参与就是这个聆听过 丁博士的那个那档啊非常优美的这个诗歌的朗诵的 呃节目但是我相信在这部分当中确实有很多的美 有很多的冥想有很多的情质的互动啊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诗词疗法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阶段啊 我觉得不要紧啊这个是很理论化的啊 我们不断的去探索我们不断的去把它丰富 中国风中国风格的诗词疗法综合而言 我觉得就是来源于我们的文化的这个脉络 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土地上这个文化当中承担起来的 我天生就有这个风格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共鸣 那么然后再加以我们很好的编排 有很多创造性的疗法会应运而生的 那么这个发展的历史如果是在一个大洋彼岸在我们华人圈里面 他也能产生一些可以去归纳总结啊去放大的一些规律啊 那么把它运用到好我觉得不断的提升我们跨学科的理论的专业的这种发展 而且呢是能够把自中华支持的智慧和专业服务的科学性共同体现啊 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是我们专业人员应该做的事情啊 他就是说他既有专业性又有我们自己的主动的创造的一种智慧又有特色啊 又有特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应该我们共同一起来为之啊来会啊来来分享 最后呢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一个方式啊 这张图呢是我们医院这个发掘出来的在这个梅腾根第一任的院长 他当了45年了我们医院的院长 他是这个教会人士啊 从英国这个教会人士到中到浙江来创办我们这家医院 他跟一位眼科的小患者啊鞠躬护制这个呃 所以这也是传递了我们医院啊 这个患者和服务对象至上下面这一排是我们的这个医院的宗旨的一种理念 和一种从历史的传承 也是中西文化的结合来看到 一位院长是新式的服侍啊 小患者是中式的服侍啊 那这个中西文化交融啊 让人感觉到非常温馨 在一百五十几年以后 我们还是要继续传承 好的 谢谢各位的聆听啊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分享 有更多的互动 谢谢谢谢林博士 了解到了那个诗词疗法 已经成为了医学治疗的一种新范式 真的是我觉得既开心又激动 相信现场的朋友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再次谢谢林博士给我们专业的讲解 好谢谢大家 谢谢您 下面有请美国希望之臣 state of hope 国际癌症研究与治疗中心肿瘤内科圆圆医生 以及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会长马胜欣先生的致辞 有请 大家好我是希望之臣的圆圆医生 在这里庆贺丁医生和他的新兴文艺学社的成立 那文艺学社的宗旨是透过文学艺术欣赏来结合医学健康理念 愉悦身心共享美好生活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 谢谢 学社负责人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我代表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 并以我本人的名义 热烈足贺 新兴健康文化学社成立 感谢丁玲博士邀请我参加这一庆典 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 愿与兄弟社团 新兴学社 携手并进 相互协助 共同发展 祖愿新兴学社 不断发展壮大 带着文艺的宁香 在大千世界传递温暖与关爱 以抽资业展挂满天的气度 展现自己的死令和担当 不负韶华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袁医生 也谢谢马先生的致辞 还有几位朋友也送来了书面的贺信 家中原住民与草原文化协会会长王新华 尊敬的丁玲女士 在新兴健康文化学社成立之时 我仅代表家中原住民与草原文化协会 和加拿大清智科股份有限公司 向您 并通过您向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将文学艺术和医疗健康结合起来 是一个创业 健康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而文学艺术可以开拓视野 提振精神 改善和丰富人们的生活品质和生活内涵 引领人们舒心顺意和健康生活 这对于有疾患需要帮助的人和普通大众都有积极的作用 再次对新兴健康文化学社的成立 表示衷心的祝贺 祝愿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新兴向荣 越办越好 发挥巨大的作用 家中原住民与草原文化协会会长 和加拿大清智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兴华 2021年3月2日 清华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会长罗崇阳 清华南加州校友会热烈祝贺新兴健康学社成立 我们期待贵社的精彩活动 丰富大家的生活 美国荣兴儿童合唱团团长颜欣欣欣 祝欣欣学社开张成立 大吉大利 陶冶身心快乐美满 德国著名钢琴家贝多芬曾说过 音乐当时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 奥地利作曲家弗朗兹约瑟夫海顿提到过 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幸福 使人得到鼓舞和力量 可见音乐艺术带给人精神的意乐 促进生命的活力 抒情花枪女高音孙欣欣老师 在美国教导深月20余年 众多学生在美国及世界深月比赛中荣获大奖 今天孙老师和我们分享论身心生命生活运艺术 有请孙欣欣老师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鼓舞来参加欣欣健康文化学社的成立庆典 叮咛老师之邀让我又兴奋又感恩 回想艺术人生路 我感慨艺术的内涵 艺术是什么 是生命 大自然 人类 艺术是生活 是歌 是画 是美食 是人迹 爱 与智慧 贯穿其中 艺术让我欢笑 艺术让我哭泣 艺术是上天所赐的礼物 怎能不颂赞 感恩 祝天树说 他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让我用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 来向大家讲述艺术 艺术 生活 生命 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 一首让你我心灵震撼的歌 奉献 真正的诠释了爱情与艺术 生命与生活 让我从德国浪漫作曲家舒曼 与钢琴家克拉拉的故事讲起 年轻的舒曼 第一次见到八岁的神童 钢琴手克拉拉 两人一见如故 从挚友 发展到恋人 到夫妻 音乐是他们心灵的窗口 而他们生命的写照 似阳光雨露 滋润 抚慰众多的心灵 二十三岁 与克拉拉的父亲 为客为师的舒曼 向老师的女儿求婚 遭到无情的拒绝 一致闹到法庭 五年后 舒曼获胜 与克拉拉结婚 奉献是她献给爱妻的歌曲集中 淘金娘中的第一首 她用诗人 呂特克的爱情诗 来表达对克拉拉的深爱 奉献这首歌 以喜悦明亮的情境 深思冥想的宗教圣勇 以及心动如潮的流畅的旋律 让我们听到爱的涌动 和生命的奉献 婚后 芳华有为的年轻作曲家 钢琴家 柏拉姆斯 上门求学 舒曼 却深深地爱上了 比自己大十四岁的师母 克拉拉 七个孩子的母亲 深爱丈夫的克拉拉 不仅没有头怀送抱 并在舒曼于精神病去世后 仍然蜿蜒谢绝柏拉姆斯的爱情 终身不嫁 并在全欧洲演奏丈夫舒曼的作品 而柏拉姆斯终身未娶 我呢下一次 现在呢 来用 舒曼的这个钢琴曲 舒曼的这个钢琴曲奉献 来朗诵这首诗 当乐曲再一次展现同样的旋律 并进入高潮的第三段 我将会把主语 你改成艺术 请大家听听 是否也很贴切 请不吝点赞 你是我的灵魂 你是我的心 你是我的喜乐 你是我的悲伤 你是我的世界 让我游游其中 你是我的天空 让我自由好想 让我自由好想 你是我的安息之所 让我在那里放下悲伤和痛苦 你 你是安宁 你是慰藉 你是上天我赐予的礼物 因你的爱 使我找到自己 因你的凝视 使我升华 你帮助我超越自己 成为更善良 更美好的 你 你是我的灵魂 你是我的心 你是我的喜乐 你是我的灵魂 你是我的世界 让我遭遇其中 让我遭遇其中 你属是我的天空 让我自由好想 你属是我的安息之所 让我在那里放下悲伤和痛苦 你属是灰魂 你属是悲戒 你属是上天所赐予我的礼物 你属帮助我超越自己 成为更善良 更美好的自我 谢谢大家 那我真的觉得生命孕育艺术 生活 蕴藏艺术 艺术滋润身心 使生命更放光彩 下面我想让大家看一个小小的照片 这个照片 大家看 小朋友 他们马上要给大家唱一首歌 这个穿红裙子的小朋友 他叫Melody 十一岁 这是八年前的录像 现在他十九岁 我先请大家听一下他们的演唱 然后我再继续 哈哈 给大家聽一下 国家ожн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刚刚大家看到小朋友的演唱 然后好可爱 然后生机勃勃 他们这里面所有的人现在都比我高了 所以小朋友长得很快 我长得很慢 这个Melody啊 她是一个害羞 绵点的小姑娘 七岁的时候 来跟我学音乐的时候啊 简直是害羞的不得了 一点点错误 我一点她 她就会哭啊哭啊哭啊 可是她现在十九岁了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生物工程专业 上周四呢 她听到我要做这个讲座 她就主动的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我 那我就把她的信呢 简单而要的向大家读一下 Melody说 我大概是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学习音乐 因为她想听到我的哭声和音乐旋律一般 所以叫Melody 长大后 学习演奏音乐 责任重于享受 直到和孙老师学习并参加教会儿童师班 我开始对音乐真正产生了兴趣 老师帮助我更深地理解音乐里面的情感 生活的内容和意义 以及人际关系的沟通和交流 有时当我陶醉在音乐旋律的高潮和低谷 我似乎领悟到人类感情的起伏跌宕 我开始自己作曲 那个时候我更加感受到音乐的色彩 是内心深处的语言 我学着用音乐的语言去交流 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现在我虽然学习专业是生物工程 但是我认为音乐绝对塑造和教会了我 如何倾听和欣赏这个世界 我读了以后好感动 然后我真的是觉得音乐 帮助孩子从害羞走到了自信 带着细心和热爱去拥抱世界 走向未来 对老师来说 没有比看到这个更欣慰的了 从去年五月份 由于疫情啊 在家被迫休假了两个月的我 被丁领老师的一首《至母亲》 那首诗是在母亲节的时候 他和先生这次两个人的共同作品 我深深的被打动 就把我领到了环佩丁当阅读屋 那从唐诗诵词圆曲 到意大利歌剧古典芭蕾 从国画到油画 从书法到印章包罗万象 却不倾听点水 更加宝贵的是 丁老师在每个领域的学习钻研 都把我们带到了取静通幽之处 不仅让我们流连忘返 更加让我们藐视疫情的严峻 心神被艺术提升和充满 相信新兴健康艺术学社 一定会通过健康 与艺术有机结合的各样活动 给社区 给社会 带去温馨 暖馨 和舒心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孙老师 艺术滋润身心 使生命更放光彩 再次感谢孙兴兴老师的分享 国际医生志愿者协会创始人 我现在在民族工作 我现在在民族工作 地铃把成立新兴学社的消息告诉我 我非常高兴 也非常兴奋 地铃对我们的国际意义非常支持 前年还采访了我 新兴学社他的重知识通过文学艺术减赏 这和医学健康理念 愉悦身心 共享美好生活 这非常好 我想我们两个组织完全可以相互支持 共同提高 长期合作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文学艺术 我相信我会很享受的 我这里代表外科医生志愿者组织和成员 对于新兴学社的成立 表示衷心的祝贺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徐四海医生的祝贺 下面请宾夕法尼亚州 Temple University眼科助理教授张仪医师致辞 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早上好 还有晚上好 我现在非常高兴 参加今天的新兴学社的开业典礼 我感谢老同学的邀请 当然我要祝贺他 祝贺他和新兴学社 我和丁玲是在江仪科大学的 民班同学在一起读了五年书 我想丁玲 他是不同于大家一般印象中的医学生 好像看书背书 是非常的多才多艺 那是我印象他会诗歌朗诵唱歌跳舞 各种活动 所以那是我在想我们一般江浙一代所谓就像我这样的普通话就算是标准普通话 我还在北京进修了十年所以普通话是好一点点 他的普通话完全包于我们江浙一代的平均水平 所以我想他确实应该有一些意愿天赋在里面 大学毕业之后呢 他是留在杭州 我去了北京 然后经过多年结果我们又他叫殊途同归 我都到了美国 我想我们都很幸运我们都能够从事自己在美国在异国他乡经过努力奋斗 都能够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确实有一点我很佩服他 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中流已经是总理学教授 到了美国之后完全放弃了以前那些他的成绩 他的一些意味和工作相当于要重新开始 但是我想这种情况给一些智慧的人 给一些有能力的人也提供一个机会 跟他一样通过他把他的对文学的爱好 把他在文学方面的修养 和他以前的医学知识 比如说结合起来 IP里面新的天地 所以对个人来讲 作为老同学我真的对他很高兴 当然我也祝贺他的志愿 和他的新兴学士 在这个春寒廖翘之际 轻轻发扬 轻壮成长 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传播更多的中国文化 我想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来讲 尤其是第一代华人 中国文化还是我们的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张医医生 通过这个丁博士的大学同学 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的凯瑞老师 应该说他的这个文学造诣和普通话水平 那不是一日的功夫 应该是除了天赋异禀 还有这个刻苦的努力 好 接下来呢 我要也要给大家介绍 这样一位医学博士 总流内科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二十余年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 首届胡润中国好医生上榜医生 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频道 医疗康养海外顾问 新兴学社 Doctor's Voice Foundation创始人 环配叮当阅读屋 创办人兼主讲 华语医学资讯平台 医生Doctor's Voice 创办人兼主播 美国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文学社 副社长 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 秘书长 全美浙江总商会副秘书长 师董会金牌导师 丁林博士 与健康言文化传递新兴 有请丁林博士的演讲 谢谢小梦的介绍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祝贺祝福 鼓励和激励 非常感谢林真博士和孙星星老师的精彩演讲 一位是医学专家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分析了诗词 文学艺术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一位是艺术大家 从音乐艺术的角度 诠释了艺术在生命生活当中的体现 对心灵的迪当和升华 那我今天呢 我不讲医学 因为今天这里有我医学专业的老师 前辈 同事 同行和同学 我今天呢也不讲艺术 因为今天也有专业的艺术家 文学界的前辈在这里 今天呢 我是要给大家讲一讲故事 讲一讲 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为什么会诞生 为什么叫新兴 到底是要做些什么的故事 作为肿瘤科的医生 我在临床工作了将近20年 在临床和病人接触的过程当中 深深地感受到作为病人 他在整个的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 那种无力 无奈和无助 而在信息如此发达 媒介如此丰富的社会 网上的医疗信息也是如浩瀚云海 让人无所适从 所以我来到美国以后 一开始呢 我建立了华语医学资讯平台 医生 医学的医 声音的声 本着客观 公正 科学的原则 把国际上面最新的医学健康信息 用普通话 用讲述的方式 用比阅读看书更轻松 不累眼睛的方式 向华语听众进行传播 同时呢 也邀请在美国的华语医学专家 到医生平台 来分享他们在医疗领域的专业见解 医生的音频视频栏目 到现在已经做了一百多期 这也是一件公益的事情 一件为病人提供服务的事情 也收到了很多肯定的鼓励 但是呢 我心里面总是觉得不够 总是觉得哪里缺了一点什么 好像和病人的真正需求之间 总是隔着一定的距离 同时就像刚才我的老同学 张艺医生说的一样 作为一介女书生呢 我其实从小就是爱好艺术 爱好朗诵 读持文学 舞蹈 爱好比较多 一年前 疫情突如其来 大家在生活模式突然被改变 不能出门 不能面对面交流 社交的这种情况下面 有些人开始变得不知所措 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开始觉得郁闷 低落 情绪受到影响 机缘巧合之下 我就在想 我不如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书吧 所以我又创办了 环沛叮当阅读屋 根据来参加阅读的朋友们的特点和需求 去选择合适他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带着大家一起来赏西唐宋诗篇 来诵读现代诗文 来聆听古今音乐 来解析中外绘画 去立体多维的去学习和感触 文化艺术当中的璀璨和精华 阅读课程也是每周一次 每次一个小时 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四十多次的分享 在梳理这些文学艺术的脉络的时候 其实我之前在医学训练当中 得到的那些科研的方法 比如说对课件的准备 对课件的逻辑性 调理性 层次性 简洁性 以及重点主次的把握 在这个时候呢 也显出了独特的优势 通过阅读屋的赏息和分享 大家感觉文学艺术似乎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阳春白雪嘛 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也存在于我们心灵当中的脚脚落落 而且呢 我在和这些阅读屋的朋友进行深入沟通交流的时候 也越来越感觉到大家在这种书香阅历的氛围里面 以及在互相的学习分享当中 真正的是得到了一种心灵的舒畅和放松 大家都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了文学和艺术对自己身心的那种调养 那种滋养 我们阅读屋的朋友当中 有背负生活压力的人 有为儿女担忧的人 也有肿瘤患者 但是 在这样的文学艺术赏息的氛围里面 大家却暂时忘却了烦恼 忘却了苦痛 有朋友他是一到这个时间点 说了就我就泡上一壶茶 开始慢慢的来享受我们特别的放松的时光 同时呢 大家在渐渐的和这些文字和这些艺术作品的对话里面 也找到了共鸣 激发了对生活更美好的追求 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听了阅读课程的分享以后 找我个别的交流 然后我们就开始天南海北的聊 从阅读课的内容延伸开去 谈思想 谈感情 谈他们内心的世界 其中有一位朋友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他也是一位肿瘤患者 他说 阅读屋里的那种温馨和祥和的感觉 让他感觉到心里特别放松 特别愉悦 也渐渐的化解了他自己 平时激在内心的那种苦梦和抑郁 在唐诗诵词里面 在他自己的创作的诗词里面 在他的朗诵朗读里面 他觉得更找到了自信 更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另外呢 还有一位朋友 其实他的普通话 说实话确实不是太标准 但是他很喜欢朗读 很享受朗诵 在他的朗诵里面 从那种腔调当中 朗诵的这个韵律里面 你能够真正体会到 他内心的那种欢畅和愉悦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 不是说我是一个主持人的培训班 一个普通话的培训班 不是的 我们是想达到的是你内心的真正的欢乐 今天我知道一起见证庆典的这位朋友 就是刚才提到的刘新如女士 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曾经是红遍全国的流行歌星 85年获得了广东省的十大歌星选拔赛的冠军 然后86年获得了惊恐却杯青年歌手大奖赛的第一名 但是呢 很不幸后来得了癌症 但是她继续坚持以歌声去滋养心灵 用音乐去感动生活 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她的故事和她的精神 也鼓励了周围无数的人 那正为有因为有在阅读这样的感受 这样的体会 多年从事医学实践的我 越来越感受到文学艺术对人的心理 身体的健康起到的安抚和调节的功能 以前我在医院做医生的时候 因为我是肿瘤科的医生 面对的都是肿瘤病人 那种低落那种郁闷 大家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我们作为医生来说 劝慰他们的话总是说 哎呀你要放宽心 你要用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疾病 这样毛病才会好起来啊 这么说其实你说错呢 是没有错的 但是是有点虚对吧 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 都说医学的真谛是什么 我想作为医生 很多人往往会引用一百多年前 特鲁多医生的一句话来进行诠释 医学你应该做到的是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但是我们都知道医生非常的忙 使得我们没有很多大把大把的时间 去真正的和病人去进行细致的沟通 深入的交流 所以要放宽心 究竟该怎么样具体去做 才能让人真正的放宽心 怎么样才能具体的到位的去宽慰 去疏解 去帮助他把心态调整好 对于这个似乎没有一个可以很具体的 按照我们所谓治疗的指南 操作的指南来指导的这种一步一步的规范 应该怎么做 但是在创办阅读物这一年来 我越来越深的感受到 我们周围其实有很多需要这样子帮助的人 我觉得我们可以探索一种将文化艺术和医疗健康 相结合的方法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一起去走进人类璀璨的文化艺术殿堂 用心灵去感悟 去发现感知和享受生活当中的快乐和美好 林博士介绍了诗词对身心的健康 孙老师介绍了艺术在生活生命历程当中的作用 又因为我自己有多年医学的背景 因为有华语医学资讯平台 医生的这个逐步的积累 还有环佩丁当阅读物的实践的感受和体会 就这样机缘巧合 就像汉代的《汉记后续》里面所说的那一句 识天生得应运建立 这个就是成语应运而生的出处 而我们的非盈利性公益组织 新兴学社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 这样的时机下面应运而生 我们希望可以联合更多的力量 为大家营造一个文艺欣赏 共享健康资讯的氛围 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去享受到身心的愉悦 感受到更多生活的美好 在这里呢 我还要非常感谢我们新兴学社创始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他们是孟志弘 大家都看到了 他是今天这位温婉慧贤的主持人 还有今天的幕后英雄 Zoom线上典礼的后台总控 张晓玲 还要感谢刘丹 感谢金书鸣 感谢SKM Foundation 基金会的大力的支持 新兴学社从酝酿 筹备到今天成立典礼能够成功的举行 离不开他们这些日子 事无巨细加班加点 出钱又出力的心情的付出 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 还有一些朋友 不希望我能够爆出他们的名字 非常低调的 非常默默的 在后面为我们新兴学社的成立 做出了付出和支持 非常感谢你们 都说 心是什么意思 你们为什么取心心 心相知远闻者也 在诗经当中有一句 有交其心 虎考之宁 意思就是 花香远闻能够使我们平安长寿 上书里面也有句话 蜀记非心 明德为心 五谷美味并不是最香的 光明的德行才是新香的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个心来表达 我们希望用生活的乐音来 静燃我们的心灵 如妙音飘荡 久远又香 另外呢 我们也要怀着一颗充满关爱之心 去面对大千世界 所以我们的心心健康文化学社 希望能够带着文艺的凝香 怀着真直的爱心 传递温暖与关怀 我们学社将会通过文学艺术的学习鉴赏 结合医学健康的科学理念 服务大众 以健康的身心 愉悦的精神 一起畅想美好的生活 这是我们学社的宗旨 我们希望联合更多的爱好文学艺术的爱心人士 和医学相关人士 通过分享和交流 用文学和艺术的魅力去感染 用医学的理念去引导 服务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没有性别 年龄 地域 国界之分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在心心学社 能够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一片舒畅的情怀 拥有一处将心灵安放的空间 心心学社也将通过对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赏息 绘画艺术的品鉴 音乐舞蹈的欣赏 建筑风格的演习等等多种主题 放眼揽乐 领略精华 赏心悦目 移情宁神 同时也结合医学专家们的最新医疗资讯 前沿科技知识 帮助我们提升健康理念 完善健康习惯 重塑健康身心 学社以后将会以 名家讲坛 主题讨论 才艺交流 会员分享 专题慰问等等方式 进行线上和线下的结合 建立文学艺术平台 集聚热心公益人群 为需要提供的人 为需要帮助的人 提供更多的心理帮助和服务 就像有一位老朋友在得知 学社成立以后 很郑重地告诉我 他说 这将是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 今天 心心健康文化学社 在大家的见证下成立 明天我们就将带着大家的期许 去开创美好的未来 风移水转 新丑年 花占蕊芳 红秀曼 新兴如愿 树寒德 抽枝夜展 挂满天 再次感谢大家 对新兴学社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大家来见证今天学社的成立 谢谢 非常感谢丁老师 用知识和爱心传递温馨 亲之鸿藤 女医者沙龙会长 傅佩芬主任 送来了来自中国杭州的祝贺 非常感谢丁玲女士的邀请 也非常荣幸地来见证和参与 这次既新颖又非常有意义的 学社成立典礼 在这里我代表浙江医学界 亲之鸿藤女医者沙龙 向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从学社的大名 我们便可知晓 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是健康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健康 自会 自在 是人生永恒的追求 这种追求在文学书籍里 也是永恒的主题 所以文学与人生 总是紧紧扣在一起 文学语言 也是所有语言系统表达系统中的 最丰富 最富有变化 最多姿多彩的 它能够给予人类最好的审美视角 有着心灵疗愈的力量 文学和医学都是关注生命的 那么 医学 医生 医个体 文学 医心 医共性 医学和文学 渊源深厚 所谓 所谓开篇 喜 自得 易读 疗 疗 成科 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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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文化学社 在这个方面一定能够建起一座非常好的桥梁 而且这必将是一项非常有开创性的工程 修身养性 读书 明理 心生 俱健 知行 合一 是开卷读书的宗旨 这一点我感触颇深 在我自己的乳性癌患者 康复患者中呢 有一个非常活跃的阅读疗愈社团 他们将社团名取为 伊利阅读 阅 是愉悦的阅 那么这个伊利阅读的名字就是抑郁者 美丽的女人快乐的阅读 而快乐的阅读使女人更美丽 他们从文学中获取宝贵的精神滋补的资源 这样的社团使他们对康复充满了信心 同样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最后祝愿新兴健康文化学社 作创成长 通过我们学社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将哲学的理念 文学的情感 音乐的梦幻 思歌的浪漫 自画的神韵 色影的意境等等 那么融入到我们对健康的 健康生活的自自不倦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中 也非常希望能够和我的姐妹们 经常来参加学社的活动 非常感谢傅佩生主任的赞美和鼓励 接下来有请美国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会长马壮先生致辞 大家好 我是马壮 我和本会主要干部非常荣幸出席新兴健康文学社的成立典礼 丁大副多年来关心大家身体健康 用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积极地为大家服务 彰显了医者认心认述术之品德 他的行医范围早已突破了医院场所的场地限色 上医治未病之病 预防优语治疗 今天丁大副协一群志同道合者 成立的新兴健康文学社 就是一所无处不在的心灵栖息场所 在这里我们安放心灵与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大师进行对话 相信一定会身心愉悦 精神充实 身体健康 美国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成员是由浙江籍的旅美精英人士组成的非营利公益组织 讲情怀 做贡献 热心公益 回馈社会是我会一贯的传途 近20年在八任会长和全庭会员的努力下 勾住起大家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 新兴文化 新兴健康文学社 创会宗旨 与我会志同道合 我会由衷地祝贺学社成立 愿我们携手践行各自的宗旨 唱精神互助 达心绪名唱 共享美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谢谢马会长的致辞 新兴学社通过文学艺术赏息 引领大家穿越古今 飞渡重阳 结合医疗资讯 前沿科技知识 帮助我们提升健康理念 重塑健康身心 感谢今天来参加新兴学社成立庆典的所有朋友 你们的到来 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点燃了我们的热情 我们希望有更多热爱文学艺术 注重医学健康 热心公益活动的有志知识 加入到我们的学社里来 我们也非常欢迎愿意以文艺熏陶改善健康状况 以诗词歌赋提升精神动力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分享互动交流 共同传递爱心守护健康 请联系我们报名成为会员 接下来呢 我看到这个聊天室里也有朋友在提问聊天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选择两个问题问一下我们的主讲人 首先我们要请我们的林博士 林博士请问您在吗 我在我在 OK谢谢您 有朋友问说就是林博士听了您的演讲 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在精神层面上影响很大 很多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呢却很难有能力去摆脱负面情绪 通常都需要这个专业的干预 这种精神治愈属于医学范畴吗 是的是的 因为我在另外一个会场 所以我现在刚刚没仔细去看那个问题 有好多的我微信都已经加了大家 其实如果说是有需要专业的帮助的 我前面就说了 我们可以通过远程的方法来首先做心理评估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需要怎样的这个专业的治疗的 也是可以安排的 总体上来讲 我们现在对于有精神健康需求的 是三个途径帮助 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心理指导下 心理治疗 然后自我去疗愈 那么方法包括刚才的私疗法 我们平常的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CBT IPT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叫大家一起来改善自己的心态 来适应自己的社会 适应自己的这个处境 那么第二大手段就是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不是不要去抵触 不要去恐惧 其实在专业的指导下是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 也能保证安全 当然不要自己去处方或者去买一些药 如果你们要用中医中药的方法 也要找到专业的人员 它是有一个疗程 它是有一个整个的一个疗效和安全性的评估的 要辨证论治的 那么第三个方法就是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方法都在发展 最初大家可能听说过 我前面那个人PPT里面也讲 就是ECT用电疗 那这个是对重的病人 对于一些以前药物比较缺乏的时候的一种手段 那现在物理治疗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 有磁疗 就是TMS 进入磁刺 也有直流电 交流电的这些专门的治疗 微电流的治疗等等 包括我们以后可以开发 我们觉得比较有价值的 临床的一个治疗的物理的手段 三大治疗应该是互补 那么其实在刚才提到的诗词治疗当中 我觉得其实它有个音乐的一个背景 或者说一种选择 那是会效果会更加的这个放大 谢谢 谢谢谢谢林医生 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提供了这么多的资讯 有先进的科技的手段 那也有我们的从心生和精神层面的这样的诗词的疗法的手段 谢谢您 另外呢我想有一个朋友问一下孙欣欣老师 所以每一次看到老师都是这样的优雅 这样的有活力 所以想请孙老师分享一下歌唱和生命活力之间 是如何的相辅相成呢 有请孙老师 谢谢大家 那个这个问题 我首先觉得歌唱本身就是一种正能量 所以呢在我每一天教学的过程当中呢 我不仅就是教大家用身体控制气息 让正气上扬 我自己每天陪每个同学在做 所以呢我觉得受益可能是我最多 我也向同学们真的是表示特别的感恩 因为学生们跟他们在一起 我其实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比我给予他们的要多的多的多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心里那份平安和喜乐 是从我爱的主来 因为他曾应许 无论外面风暴 无论是疾病 无论是困难 他都会与我们在一起 所以这是我真的体会到的 所以他与我在一起 他的同在 他带来的那个喜乐和平安 是任何事情 任何人都不曾代替的 非常感谢 谢谢孙老师 所以我们不仅要有这个文化的修养 还要有心里有坚定的信念 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光彩 谢谢谢谢 谢谢各位主讲人 非常清晰的回答了朋友们的问题 那大家随后呢也可以继续联系我们提问 专家和老师们会详细的回答更多的问题 热爱生活的您 无关国界 无关地域 无关年龄 让我们一起胸藏文墨虚弱骨 富有诗书 气自华 只起彼此身长见 同处何曾有别离 新兴学社成立庆典 到此结束 再次感谢所有的来宾和朋友 谢谢你们的光临 也衷心祝愿新兴学社 蓬勃发展 请力奉献 以回馈大家的支持和关爱 感谢大家 好